各位聽眾,大家好 有人做,為甚麼要做恨人呢 人是要獲得各自的生命 記得要保持呼吸 嘗試去不同的安全空間 和更多的朋友交流 學習一下用廣播的聲線 在電視上出現 不需要擔心自己剛才說的話 會否被剪走 因為所有東西都可以用來貼文 這就是拍攝節目的唯一原因 我們今天來到吃烏克蘭精致料理的餐廳 跟我們的大廚 跟Yuri Kofrishenko一起聊天 我剛才說得正確嗎 完全像英俊 我剛才很努力地學習怎麼讀 是因為老闆一來到 就已經給我一瓶威士忌 所以我今天說的話 本人言論不代表本人立場 我會說是威士忌,是瓦斯卡 是瓦斯卡 是瓦斯卡 聽說有很多本國的居民 都會幫忙工作 而且有些很特別的酒禍 這不是普通的烏克蘭餐廳 有些細心餐廳和便宜 我們不算是便宜 我們叫它寮-bistro 或是-bistronomy 你可能知道這樣 你會有自由的氣氛 像在寮-bistro 但食物是比較像 有些細心餐廳 啊 我先開始嗎 首先你可以開始由-soup 不是-soup 烏克蘭館殺了我 如果我叫-borsh-soup -borsh-soup 是-borsh 是-borsh 是-borsh-borsh 嗯-borsh-soup 大廚叫我嘗嘗這個 喝完第一杯的Bush 之後,我們就要嘗嘗第一杯Vodka 這個Vodka有甚麼特別呢 它好像有不同顏色 因為平時的Vodka變得清淡 這裡的清淡的Vodka 是很高質素的Vodka 我們從歐洲製作者 這製作是融合 好的 跟烏克蘭的香蕉 還有刀子 這是很經典、很經典 很經典 這是很經典的 對 我已經做了這個 這是像中文的菜式 這是像… 像是刀子豬肉 像是刀子豬肉的香蕉 對,同樣的 這是像是刀子豬肉的 對 說事前那時快 我已經馬上拿了一杯Vodka 給大廚 我發現我自己找是無法乾杯 在韓國語稱之為乾杯 然後我只想問 在歐克蘭的方法 如果想乾杯 我會說… Budmo,Budmo And you say,Hey Okay And again say,Budmo And you say,Hey And the third one I'll say,Budmo,Budmo,Budmo And you say,Hey,Hey,Hey And then we'll drink So,Budmo,Hey,Budmo,Hey Budmo,Budmo,Hey,Hey,Hey Yeah,Okay,So the first time Budmo,Hey,Budmo,Budmo,Budmo Hey,Hey,Hey 它是一杯喝光的 我覺得香港的乾杯也有點儀式 現在這裡是Budmo,Budmo,Hey,Budmo,Hey,Hey 我們香港人可否給點創意 想想有甚麼放食去宣揚給世界聽 我們香港人的創意 原來這裡是第一間在倫敦的 聘請了很多不同的故鄉人 可能是流離失所或怎樣 他們都會在這裡找到工作 然後他們就可以繼續在這裡 宣揚他們的不同的文化 和他們的很好的食物 可否參加我們接下來的菜式 我們可以開始嗎 你可以開始從那裡 好的 這個其實就是脆肉瓜的薄餅 然後大廚說他用的香料就是 Dill 真的是屎蘿 屎蘿 Oh my god 這個很困難的名字 因為Dill 在廣東語裡 是有一點不安全的 但它是英文 我們可以做 我看到很多不同的混合 這些蛋糕 可以解釋一下嗎 這些是咖啡嗎 是咖啡嗎 這是咖啡 這也是咖啡 咖啡 可愛咖啡 但它是熱湯 不是冷的 那些 哪些咖啡 我可以配合它 你可以試試 清淡的 40% 40% 我可以製造 我可以配合它 這次是咖啡 我喜歡咖啡 咖啡 我喜歡咖啡 我喜歡咖啡 咖啡 好嘞 嗩 因為我沒有咖啡 為替不明顯 是太重 因為咖啡 咖啡 是放在唐啡 托派 製造 唐花 比 咖啡 剛才蜜糖味的菠蘿蔔就配搭 然後原味的菠蘿蔔就配剛才的 脆肉瓜薄餅 我們現在吃這麼多肉汁的主菜 我們應該配甚麼呢 這個混合在菠蘿蔔的基礎 這裡是豬蘿蔔、薑蘿蔔和檸檬 在黑暗中… 我還可以看到這個味道 對… 它是自然的,不像素質的 味道像… 我也會用蜜蜜蜜蜜 加上蜜蜜蜜蜜蜜 會配搭配那種,因為蜜蜜蜜蜜 我們剛才問了大廚 為甚麼會選蜜蜜蜜 他也有同一個看法 原來我們覺得雞肉比較平均 然後鴨肉是比較豐富的層次 我發覺現在喝第三杯 開始說話就中英夾雜 回到自己平時的香港人的狀態 不行,我們要做正確的主持人 這道菜是甚麼 這是很普遍的葡萄蜜蜜 我們稱之為Banosch Banosch Banosch,這是芝士 對,這是蘑菇餅 蘑菇餅 是芝麻糬的食物 這是很普遍的食物 芝麻糬的食物 對方是在東北的西方 和英國聯合國聯合國 跟日本、韓國、芝麻糬 他們必須來吃 對,真理想 對,很美味 而且跟這些… 酸的芝麻糬的芝麻糬 對,酸的芝麻糬 這個好像是很香濃的烤鴨烘 然後它又有一點八角的味道 跟酸的芝麻糬的芝麻糬 這真的很好 我想我應該只喝一杯 對… 這是家庭酒嗎 是家庭酒嗎 家庭酒嗎 家庭酒… 對… 家庭酒 那是你做的 你在聖誕節的時候 跟你家人良好的溝通 可能就要喝一杯酒 然後跟你說 阿妹,你平時偷的衣服 是不可以的 又或者跟你媽媽說 平時你經常情緒勒索 我還是不想接受 但我很愛你 你要跟家人說愛和交流 就是用這個 副歌和吸引去建立 對 乾杯 不… Bootmock… 嘿… 我最令人感受的飲品 就是我手上的飲品 裡面還有檸檬籽 這個感覺好像… 我想可以帶你去 從未感受過的 Forka配合的環節 跟任何酒配合是不同的 你想想,是Forka配合 我覺得一杯是等於四杯酒 四杯酒 本人今天的言論 絕對不代表本人的能力 如果要我想一個乾杯的方法 我已經想不到 但我會用這個方法來跑數 就是宣傳本人的作品 樹木和Jimmy 要性別平等一點 樹木… J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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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品 飲品 大家給點想像力 給點想像力 給點想像力 社會性別、生理性別 性取向性別流動 酷而理論 所有這些東西 是否很少在電視上聽到 而它究竟又為甚麼 在我們解釋之前 和探索這個空間之前 不如我們喝這杯 昏依草白鳥牛奶咖啡 開書店後的夢想 開一間這麼帥氣的書店 也有我的夢想 我經常都會想 酷而理論這件事 酷在廣東話是甚麼 酷,是酷為女性 還有這間書店 有一個很有趣的位置 就是它不僅代表了 單方面的女性主義、種族主義 或者很多不同的 能力等的議題 而它是一間交織性 或者所謂交叉性的 很多議題都想討論的書店 這間書店咖啡室 只是剛開業了一年 已經有很多本地人 以及像我那樣的遊客 無名而來,他經常會舉辦活動 好像上星期 剛請了英國國家獅持比賽的冠軍 香港人Eric Yip來這裡 跟他們做一個分享 這麼厲害的書店 我們馬上跟負責人Alphonso聊天 他有甚麼心得去應援這間書店 你好,Alphonso 你好,歡迎回來 我喜歡這本書店 我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 我們會討論這本書店 我們不在乎電視線出售 我會確定他們在我的Instagram 首先,關於書店 我看到很大的選擇 你自己自己的創作嗎 還是會做成為社會人 我們選擇的民主 選擇任何的書店 對,這是一個民主的過程 我們很幸運 是有很尊重的部份 人們會推薦書 他們覺得我們需要駕駛 然後我們會設置一個週末 保持劇宣傳 然後獲得很興奮的部份 我看到我的眼睛很開心 這本書 一定會展示一個健康的男人 這個節目是甚麼 這個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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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藝術書 藝術書 藝術書名叫Thoma Finland 我看他的藝術書 這位藝術書將酷季或男同性戀 形容為有很多男性氣概 並不僅僅僅僅於女性陰柔的表現 其實每次去書店 我覺得很難得跟書店的負責人見面 因為他們可以馬上告訴你 最近有甚麼書店是極度推薦的 Alfonso,你今天推薦甚麼書 所以在這個桌子上 有《Rudy Fruit Jungle》 是一位我的最愛的 novels 由 Rita Mae Brown 原本書在1971 原本被推薦到1971 當它推出了 還有我們有《100 Boyfriends》 由 Brontes Pernell 這是一集的故事 是一天的故事,一天的故事,是一天的故事 是非常勇敢,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 我认为我们都需要这个故事,每个人都需要 100 Boyfriends 是非常棒的,非常有趣 你提及到你做了一种产品的合作 如何确保所有本集的本集和选择? 我认为这种研究和多数人 我们是一个社区的社区 我们有很 divers的客户 人们会来和告诉我们 他们认为我们的作品 我们也有很多创作者 我们也有很多创作者 我们有很多创作者 所以我们有很多创作者 创作者和艾术 和艾术 我们继续做的事情 我们继续都在这桌上 都是创作者 从创作者来做的创作者 是的 我看到有很多知识 你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喜欢这句话 例如Judith Butler 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对,这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对,这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这是一个很尖銳的句子 其实你也是一个法西斯的详细 意思是什么意思 Turf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就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就是一群人的创作者 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就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就是一群人的详细 就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就是一个很棒的详细 因为很多不同的 即使是争取社会议题的人 可能他们生活中 或者社会经验 都会令他们的认知上 可能会有盲点 或者未必真的很想接纳 要包括更多的详细 其实我们这些上官网的人 又怎会不知道 这个世界有多少庄乱不堪的人 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但是不要紧 我们会保持一个很正能量的 继续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音乐文化藝術 Judith Butler 是一个很出名的女性主义学者 而这个女性主义学者 她就要召唤 就是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人 但我不是一个Turf 因为我要抵制法西斯主义的时候 我就要拥抱更多不同的人 这个详细真的很好 就算连倫敦和巴云的城市 其实也很难抵抵疫情和经济 过去好像20年来 也有很多独立书店做不到 但听说刚才有方说 很多情况都不同了 对,在英国的计划 已经在第一次增加了 在2017年 只剩下860亿计划 只剩下860亿计划 在英国的计划 从那时,它轻轻变回来 昨年已经有超过1,000亿计划 但是我认为 疫情后 很多人都知道 社会很重要 大家也很想有拥抱 是一个招待 对 这就是这种计划 很多人是安全的地方 非常欢迎,非常兴趣 很多人来说 感觉很安全,对吗 他们会说他们感觉很安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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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家伙伴们 có 三個咖啡店 但我來這裡,因為我感到安全 我願意在這裡 這是很棒的事情 我覺得來到這個很令人安全的空間 就是拿到能量之後 就可以面對這個紛擾的世界 因為外面的世界 不是每個人都會對你那麼友善 而且一聽到 Transe,為何男人要穿女人衣服 為何女人要男人婆 為何你穿上衣服 其實也可以是 因為那些是對你的身體 或者你的自由 有很多不同的批判、限制等等 來到這個空間就覺得 原來我可以存在SIM 我可以做自己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舒服的空間 我聽說你會有更多的書 要推薦給我們 對 你提到有趣 教導人們關於性格和性格 所以我特別想提到 《Flo Perri的女性性格》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書 她是描述者和編輯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書 對 有很多用途的概念 對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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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將情慾和社會進步的思想 合而為一的一本有趣的書 另一本書 我們很喜歡的書 是《Gender Euphoria》 是Lora Kate Dale 這是一集的書 有些是Lora和其他人的書 有關於人們的喜愛 從轉變 從新的性格或是非非非非非非 我覺得一個較大的概念就是 你找到自己舒服的空間 而其他人會尊重 而你寫下你的故事 跟其他人分享 所以這本書店 才是真正令人舒服的地方 就是無論說甚麼都不需要害怕 第一次就被人說 甚麼?你發生甚麼事 但這樣嘴唸真的很差 大家可以剪出來做主題 來到這個這麼有型的 東倫敦書店、咖啡室 還有這裡,錄音室 剛才負責人說 有很多顧客都想嘗試錄東西 無論是製作自己的個人節目 又或是因為他太害羞,不敢說話 所以來這裡練習一下 自然自語之外,太好了 這個真的很安全的地方 你想想,我現在對著這裡說話 越遠越近 是一個當自己是音樂主題 你在外面看過很多很前衛的作品 進來後就立即可以抒發感情 錄下它,不喜歡就遞掉它 喜歡的話就再自己放上節目 然後分享給你六位朋友 然後每天發訊息問他有否聽 這些都是很好的結交朋友方法 或者是社區共用的 超級好的方法 我們要扮演廣播的聲線 你好,來到今天這個有趣的 東倫敦地方 我們今天也是這棵樹梨梨 跟你一起說說的節目 我們很開心走過一輪的書店 不知道大家會否很想買很多書 然後再跟你的朋友分享一下 或者你送一本書 叫100個男朋友給你的好朋友看 讓他們知道 自己的200個男朋友 300個男朋友的故事 都可以出書 當然,你自己說自己可以就行了 譬如你覺得自己是一個… 其實是沒有內容的 我暖粒而已 很快就來到10天旅程的最後一天 我從一開始上機的時候 都不知道自己會遇到甚麼 因為我這次第一次來英國 到現在,我已經每天可以去身邊 我會發一些照片給我的朋友 真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自己在香港 這麼努力工作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好朋友 代替他在享受或放假 我想起這麼多天喝東西 我最深刻的感覺是 去到每個地方 跟每個冬主也好、員工也好 他們創作的飲品的人也好聊天 我發覺他們充滿熱誠 他們給我的感覺 就是很喜歡他們在做的事 而就是因為這種熱誠 令他們可以抗爭很多不同的難關 然後他們每次介紹 越說越開始說 我跟你說… 對… 越喝越開心 我覺得以茶匯友、以酒匯友、以朱古力匯友 其實以甚麼匯友都可以 只要你把心裡有愛 就可以成就了很多幼趣的事情 這次是我第一次做節目主持人 所以我覺得有點緊張 原來不像平時自己做IG直播 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包含 因為你含著一口飲品的時候 就會快點吸收到 就會快點上腦 就會感受到興奮 當你覺得說得不夠的時候 然後就快點去你接近不同的酒吧 立即問問我伯爵員 那個女人說話是否正確 然後就可以有一個談談 這就是造就你的話題和契機 我們現在祝電視機旁邊的 廣大家庭觀眾身體健康 想愛的時候就愛,想喝的時候就喝 愛自己,你足夠 參加我的人生課程 只需要38888元 就可以賣廣告 字幕巨綜紫 也是,我收益 都很不太多 未來,事情聲明 都很不 disparity 大家要求婚老婆 在busterC kings 是否一直回家 你不去妄賣 旅人生課程 為婚老婆 你不能去哪里 還是紛充紅 那西館 我們是否有一個人生課 我們是他 出生的人 第一次要求婚老婆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更多ViuTV的筑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和提到來按下旁邊 一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